熊熊烈火不斷从路边厂房内窜出 吓得路过民众不敢多流 火势全面燃烧快速蔓延 消防人员努力洒水要将火势扑灭 消防人员拿出器具破坏铁门 加强水线灌救 台南新营一处五金行的物流仓库传出恶火 22台消防车到场全面抢救 终于在一小时后获得控制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同样大火也发生在嘉义 9号凌晨3点 知名文化路夜市内也发生火灾 屋顶烈火窜天 店家全被大火吞噬 消防人员赶紧出动云梯车 空中涉水抢救 然后看过去的时候 都烟整个都冲上来 119叫我们赶快整个全部都撤离 店家住户全都吓坏逃命 等待救援 房屋铁架被烧到外楼塌陷 火势也持续蔓延 火烧地点在文化路夜市 造成娃娃机店 服饰店 扭蛋店 手机维修店 邀局 共5间房屋全毁 火势扑灭后 房屋全被大火烧得金光 只剩飞铁 消防人员表示 由于店内装潢全是可燃物 导致大火难以扑灭 详细起火原因 还有待警消厘清 记者豪国文赖冠章 罗彩瑶 台南嘉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